好,大家好,焦點視頻,李應聰風水命理的時間 迎光幕又見到我們的李應聰師傅 Hello,大家好 好,大家好,焦點視頻,李應聰風水命理的時間 迎光幕見到我們的李應聰師傅 Hello,大家好,今天又來到李應聰風水命理節目 上一集剛剛好在2020年1月13日 幫大家用旗門遁甲去尖第一階段的貿易戰 能否真真正正遷一射 今次我們玩這個人的八字 看看特朗普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和習大大 他們在八字中比較有什麼的玄機可以看到 好嗎? 之前分別都說過了 習近平八字和特朗普的八字都分別 在之前的節目中說過 現在再將他們拼在一起 和大家再看看,好嗎? 好,我們看看螢光幕 左手邊這個位置 雜字這個 中國領導人的八字 歸至年冒五月丁有日出生 當然我們不會有領導人的八字的時辰 歸至冒五丁有 好,而右下角這個位置就是特朗普的八字 有他的出生時辰 因為外國人會有他們的出生時辰 可以能夠公佈出來 看到有一個完整的八字的結構 就是丙率年,甲五月幾未日,幾節 好了,我們看看重複一次 習近平的八字裡面的喜用神 習近平的八字是 丁火日元,熟火的 生在夏天,熟火的 季治的字也是火 這個八字是火很重的八字 火很重的八字 它熟火,黑的字代表它的地位權力 所以水就是地位權力 水越旺,它的地位權力就會越高 我們看看現在的大運 在2016年至2025這十年裡面 行一個辛亥運 叫金水運 金水運 之前的運是任子運 再之前的運是任子 即是2006到2015 這個十年大運是純水運 所以習近平在2006到2015這十年的水運裡面 就做了這個國家領導人 即是它的權威最大的時候 因為水是代表觀察 代表地位權力 這個範疇意境 現在你看到習近平在2016到2025年 仍然是行十年的金水運 所以它的國家領導人的地位 在這十年裡面 仍然是可以保持到2025年 之前講過的 不知大家有沒有印象 可以保持到2025年的 最多 就是這樣 而今年就是這個2020年 我們叫做根子年 根金就是屬金 子就是屬水 金水的力量 有這麼多的金水的力量 代表習近平領導的權 仍然是很穩固 簡單地說 是很穩固的 習近平 非常穩固 而他自己屬火 這些火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競爭 對手 這些以下的東西 這些火是代表競爭對手的意思 好了 可能他自己黨內的黨也有競爭對手 國家與國家之間也有競爭對手 例如在中國來說 美國可能就是競爭對手 所以他下面這些火的力量 除了可以代表他自己黨內的一些 一些的敵對者之外 其實也可以類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一些競爭手段 而因為特朗普 他是要用水去黑火 即是說他要透過競爭取勝 所以 不是 習近平 說過特朗普 習近平 他是要透過用水去制住這些火 去競爭取勝 所以習近平他的性格 其實是一個不會屈服的人 因為他是要透過競爭去得到他的地位明星 或者得到他的野心的一個滿足感 所以習近平是一個不是懷有政策的人 他是一個真的會有強硬手段的人 而我們看回2018年 2018年是冒宿年 冒宿是一個純土的流年 那些土就會製掉他的水 即是說他的工作、地位、權力 會受到一些不快的事情 所以2018年的時候 當習近平和特朗普 去談中理貿易戰的時候 經常是被美國壓著來要脅 壓著來打的 因為土對習近平的水是不利 但是去到2019年 即是去年2019年 幾何年 下半年是一個水的力量來的 代表習近平水的力量回來了 因此2019年下半年來講 我們可以見到 雖然中美貿易戰 仍然是好像看起來 就是中國的蝕底的情況是會比較多 但是來講 已經可以bargain到一定的收穫 這樣的情況 因為水的力量開始大 而我們再看回 二營二營連庚子年 也是一個金水的力量 所以習近平在這個中美貿易戰裡面 其實也不會退讓太多 仍然是會去努力爭取的 而我們看到 在一年四月裡面來講 春夏天就是屬木火的 秋冬天就是屬金水的 所以其實在秋冬天的時候 這個金水的力量 是會發展得更加大 換言之就是說 如果特朗普他不肯去做一些退讓的情況之下 那習近平也不會退讓的 會繼續爭取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預期一件事就是說 去到這個2020年的秋冬 可能中美貿易戰的磨產 可能會有星君的現象 特別是冬天 特別是冬天 在中美貿易戰的問題 可能會有星君的現象 就是說之前那一集 和大家用奇門遁甲尖 那當然是第一階段要達成的 但是 接著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是不是這麼容易達成的呢 這次就不是這麼說了 不是這麼容易 特別 在秋冬天 可能他們的磨擦 又會再極力化 那這個大家可以留心 好了